歡迎收看大新聞大報掛 一樣來到子頻收看 同時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把連結分享出去 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這個2024呢 藍綠兩邊呢 都很積極在備戰了 尤其在國民黨這邊 目前在總統確定才徵招 所以侯友宜幾乎是呼之欲出嘛 此時此刻我們看到 他動作也越來越多了 不只吼吼做事 現在好像要好好當母雞 昨天呢 第一次出手 協調這個新北的立委初選 而且協調成功了 那同時在今天呢 很多媒體記者也在追問說 大家在講啊 等到六月 等到六月會不會太晚了 和侯友宜的回答是 一切尊重黨中央的節奏 哎呦 此話是不是露出了玄機口風 有沒有可能會提前宣布 我們稍後來討論 好那麼另外一方面 此時此刻其實應該 我有朋友要從英國回來 然後就一直問台灣 是不是真的缺蛋 他在早餐店是不是吃不到蛋了 這是他最關心的 那確實目前呢 淡荒未解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民眾黨立委 賴湘林踢爆說 我們居然花了5000萬 在這個加勒比海的小國 幫他們養雞呀 我們的外交佈成了他們的 農委會 蠻厲害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知道中南部的水情拉警報 但是在 中部地區的水情燈號出現了 所謂的淚黃燈 好煩喔 又來了 這是什麼意思 連台中市長盧秀燕都在問 我們稍後討論問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邀請到的是 時事評論員布演的新聞台台長 朱凱翔 大家午安 立法委員王宏威 憲慧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 董哥 大家午安 當國民黨這邊我們看到 朱立倫喊出要爭招 所以國民黨內呼聲最高的 侯友宜動作 國平平越來越多了 譬如說這一招他第一次出手 成功的就整合了新北區 新北淡水選區的立委 勸退了陳偉杰力挺洪孟凱來拼連任 所以先看到這邊我就立刻很直觀的問凱翔 侯友宜是不是不一樣啦 他是不是一改作風 也就是吼吼做事變成好好當母雞 好好做事變成了好好承擔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問的這個定義是說 過去侯友宜一代 就是經常性的閃掉跟黨務有關的事宜的話 那看起來這一局當中 確實在這個洪孟凱跟洪偉 這個陳偉杰在爭取國民黨內提名 這一局當中 看起來侯友宜是主動的介入了 這個協調當中 所以他並沒有像過去 大家想像中的侯友宜 總是會閃開黨務 確實是如此 但是呢 我覺得過度的吹捧也大可不必 因為這件事情有很難協調 侯孟凱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那陳偉杰是在地的市議員 那他有意願想要挑戰 他就去登記 他就去領表 他就去參選 然後就按照國民黨現在的初選機制走 那這個有很難嗎 所以好像也沒有不用過度追捧侯友宜 說不得了 侯友宜做了一件很難的事 不然其實侯友宜去瞧瞧看 費洪泰跟徐曉星啊 所以好不好我們一碼歸一碼 確實侯友宜似乎想要展現說 他不再自身於黨務的室外 所以他主動去處理這個提名的事宜 但是呢要吹捧說多了不起也大可不必 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狀況 然後呢他其實甚至侯友宜不出手協調 也並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就是初選 所以我覺得還要再觀察一下啦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他 開始願意去伸手進到黨務去 然後開始處理提名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應該是好的 應該是值得國民的 他是在展現一種態度了吧 是這個意思吧 其實我覺得這一局在我看來啦 我沒有任何證據指明這件事情 我只是覺得原本大家認為說 這一區洪蒙凱看起來表現也不錯啊 然後呢也積極服務啊 然後媒體上面表現也很好啊 所以原本看不出來有什麼人要跟他初選 他可能就會直接是一個簡單被提名的狀態 那陳偉傑市議員呢在前天 我是看到聯合報寫的一個獨家 說他有意義參選 然後呢才看到這個報導 隔天就看到他 你知道三個人握手 說這個協調好了 我是說真的 我從記者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 What 後面那個字就不講了 你在演哪出啊 這整出是在演哪出啊 所以我就覺得好不好再觀察一下啦 反正侯友宜市長願意踏出這一步 我是給他鼓勵的 只是這件事情 你要我對你加分加很多 我覺得還不至於 好 那還是凱翔我接著問喔 因為你要搭配一起來看到 中廣蓋洛普今天又出民調了 除了是這一份沙喀都 那沙喀都第一名是賴清德 最近的民調幾乎都是賴清德領先 所以我們也不意外 可是問題是不對啊 第二名是柯文哲 柯文哲20.88 贏了侯友宜的20.7 趙孝康就說看到這民調整晚沒睡好 侯友宜民調持續下降 黨中央要徵召就要快 不要再拖了 我先請教凱翔 有可能嗎 蓋洛普民調其實相較於上一次 上一次我其實在這邊大罵蓋洛普民調問的問題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因為他上次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什麼豬 什麼郭 對 他的那個詭異的組合 侯朱配什麼什麼之類的 賴政配勝過郭柯配 侯朱配墊底 對 然後之類的 我就是不能理解說他到底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民調 好 不管怎麼樣 但是他的民調上一次 侯友宜就是輸給賴清德的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還可以再觀察一下 如果他是表示這樣一致性的話 我會願意尊重 相對來說比較尊重這個民調數字 但是呢 這個民調本身我覺得他如果是繼續科學的話 那就那就如此吧 那但是這個要從這個民調數字 直接導向趙浩康董事長的結論 我還是有疑問 還是有疑問的 因為侯友宜在蓋洛普的民調當中 跟柯文哲拉平 然後呢 輸給這個賴清德10%左右 打輸 他的原因跟解方是盡早提名嗎 這就是當你看到一個數字的時候 當你看到一份資料的時候 看到資料解讀資料 這個大家相對來說都比較容易 可是針對資料提出你的解釋 跟這個狀況 然後你提出你的解方 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功夫跟門道之所在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 這個民調記者會當中 這個數字就像各份民調一樣 我們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可是他累積更多的數據 看出趨勢的話 他會有更有評論的價值 但是呢 你要從這個數字直接導向說 趕快提名 趕快徵召 會不會就是這個民調落差的解方 其實我也是存疑的 好 那同樣就是這兩份民調 因為看到了這一份 中港蓋洛普的民調 看到是侯友宜輸給了柯文哲 所以是產為第三 那上一次的 蓋洛普的民調 因為那時候的組合 讓我們都覺得非常的詭異 他賴清德和鄭文燦搭配 贏過了郭柯配 而且還是郭台銘在柯文哲前面 郭柯配 那一樣侯朱配是墊底的 那上一次我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這份民調很急 想要帶什麼一個風向 逼侯友宜趕快表態 那這一次呢 剛剛這個凱翔有在講說 就直接 趙康先生好像直接給他連結說 快點快點征召侯友宜 包括他今天講的話 就是整個晚上都沒有睡好 而且這侯友宜民調持續下降 黨中要要征召快 不要再拖了 如果及時挽救 可能還有救 再拖下去 可能就沒救了 我先請教洪威議員 你怎麼看這兩次的 蓋洛普民調 是不是有所謂的目的性 真的是極慘了 我不講侯友宜協調成功的事情了 我先講侯友宜協調 出手協調 我認為他還是有指標意義的 因為其實很多縣市首長 尤其牽涉到是議員要選舉的話 其實因為縣市首長 並不願意去得罪他的縣市的議員 所以常常也不大願意進去做一些 折衝協調 但是我覺得 侯友宜他會做這個出手 其實就是再一次驗證 在這一次的立委的提名裡面 他會有一定的角色 因為我們本來就在講2024 其實他不單純只是總統的選舉 因為我們還喊出就是國會要過半 否則的話你就算取得政權 你國會沒有過半的話 你到時候其實有很多政策 你也很難推 那當然就說 侯友宜他對於這個立法委員的協調 會不會僅止於新北 新北運還有12席 12席我們現任的只有3席 只有3席 所以可能會要挑戰洪孟凱的 把他協調完 看起來好像是簡單 但是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基本上 你要讓新北市都能夠提出一些 大家覺得眼睛一亮的名單 這個侯友宜他也有一定的責任 因為你做新北市 從副市長到市長 那我們剛才在講說要過半 如果到時候新北都沒有過半 我覺得你的總統大概也選的 不會很好看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他有他的指標意義 那我個人也會認為新北 因為他現在我們只有3席 另外還有9席 這個空間很大 我也希望能夠看到一些具有戰力 而且有一定勝選實力的人選能夠出現 然後我們回到蓋洛普的民調 不能講說再不提我們就慘了 就完蛋了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嚴重 也沒有那麼嚴重 那麼當然因為大家都會希望說 時間能夠越早越好 最主要是來自於說你的選手 第一個賴清德已經確定 好不要忘記喔 柯文哲也確定啦 柯文哲也說我要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去美國訪問 所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很篤定的賴清德 跟另外一個很篤定的柯文哲 但是我們的候選人還充滿了一些變數 這個變數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個人來看 我認為是沒有變數 但是外界來看 外界有很多的解讀 比如最近還有人講說 你真招又不講時間 然後到底民調誰要納入民調 是不是保留第二次換柱的可能性 就是外界也有很多 見縫插針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碰到 說實在有時候媒體問我們這個問題 我也想說 怎麼會這樣講 很奇怪了 我們看起來都蠻單純的 怎麼有這麼多陰謀論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第一個我就說 它還是有一些未定感 然後又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那不要忘記 其實我要特別提出來 在過去在民調裡面 支持侯友宜的人 他某一個程度 他也是會支持朱立倫 對不對 那麼他也會支持郭台銘 他甚至可能也支持 應該也會支持張亞中 就是說他可能是一個集合體 可是我就覺得說我們最重要 為什麼說團結跟整合很重要 那個團結整合 是來自於我們上面團結整合 而且你要團結 你不同候選人 他下面的支持者 然後讓他們會覺得說 今天有任何一個人出現的時候 我還是會共同的去支持你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民調 因為它是3月20號到3月21號 其實我很著重在看 你的民調是什麼時候做的 那你的民調什麼時候做的 其實他還有碰到 當時會有一些什麼特殊的事件 會影響你民調的結果 那3月20、21其實已經會碰到 就是當時選策會的一個爭議 那所以他可能難免也會影響 所以侯友宜的民調的下滑 可能有這個時間 大家覺得不夠快不夠明快 也有可能是侯友宜好像還沒有 有的人覺得 那你要選的話 你不能只是厚厚做待機 你要講一些國政上面的問題 那你準備好了嗎 那另外還有的就是 你國民黨亂招招的 什麼選策會 這個出來罵一下 那個出來罵一下 這個出來罵一下 那大家都覺得 國民黨就亂啊 國民黨一亂 他就可能就針對你的候選人 可能他在民調上 他也不願意表態 那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這整個的民調下滑 它來自於很多的原因 那我覺得去找出這些原因 也許時間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但它不會是完完全全 就是因為這樣 那我自己是覺得 至少趙大哥的態度 反映了一定的支持者的焦慮 那這一點我們確實要想辦法 讓大家焦慮降低一點 好 那因為各種民調 還有萊茵的焦躁 其實侯友宜都聽到了 那包括剛剛其實跟宏偉委員講的一樣 其實郭正亮還有蔡正元 前兩天這兩天在我們節目上 也都點到了這個問題 那郭正亮亮哥特別提到 他說侯友宜一定要有個樣子 要有個姿態擺出來 比如說他要加入這個提名委員會 就要把雄心壯志表達出來 新北市十二席立委 國民黨只有三席 你至少要選一半 偶是有那種氣魄說 我會負責整合新北市 這種魄力要有 蔡正元委員也說 侯友宜點頭加入提名委員會之後 現成的問題就是在新北 所以必須要找到九個能選贏的人 否則總統得票率在新北市 也絕對不會好看的 那回應到剛剛這個我們提到了 中廣蓋洛普的這一次的民調 還有上一次的民調 其實很清楚了 就是在逼侯友宜表態 要朱立倫趕快 可是在今天 侯友宜也有被問到說 大家都說什麼拖到六月啊 這個問題會不會太晚了 這個時間點啊 那侯友宜當然就是說 反正他現在是尊重黨中央的節奏 感覺起來也漏了口風嘛 換句話說 那如果黨中央加速提前 所以他宣布的時間點也會往前囉 董哥 那當然啦 因為其實 國民黨中央跟侯友宜 當然他裡面有一個溝通的管道 那只是這個溝通管道 覺得什麼時機點宣布是最好 那他們一定是有個判斷 那侯友宜當然無意中講出了這一部分 但是我並不擔心說 就是侯友宜 他現在民調低的 因為最近民調除了蓋洛普之外 還有台灣民意調查 還有美利島 還有QEBS啊 對那大概都是往這個方向 那因為藍金的焦慮 就變成很多人覺得說 侯友宜你又不表態 就這個是會有的 但這個差別其實不太大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 侯友宜當選了以後 國民黨沒有人有辦法選新北市 新北市可能就會丟掉 這是很大的問題喔 因為你現在台邊上 可以看到侯友宜正在拉台 他的副市長劉荷蘭嘛 可是劉荷蘭沒什麼知名度 他不像過去朱立倫市長的副市長侯友宜 是全國最有名的英雄 他容易拉台 有一個鮮明的印象 所以我擔心了 就是侯友宜當選總統以後 新北市長可能就丟掉了 就好像我擔心 嘉義市的黃敏慧卸任以後 國民黨絕對丟掉 而且當選的人絕對是王美慧 我都可以現在就可以講了 斷言 但是你現在看到了說 很多人講說那12席立委 12席立委其實如果侯友宜出來選 不管侯友宜有沒有當選總統 其實都不太難啦 不太難達到目標 國民黨現在三席有兩席掉了 是因為勾台銘扯後腿 一個土陳的對不對 他讓林金傑露選嘛 對不對 他去支持柯P的秘書李靜英嘛 所以等於說民進黨 吳奇明才會當選啊 那中和 中和他 勾台銘去跟親民黨的掛鉤 找李正浩去扯 邱風遙的後腿嘛 所以 才讓民進黨的江永昌當選嘛 這個是一二個很事 這兩席 我不相信現在勾台銘還有實力 去扯後腿啦 我也不相信 因為上屆宋楚瑜 畢竟有選總統 有一些人量 去拉抬李正浩 這一屆也沒有了啦 所以我覺得這兩席 哪回來不難啦 那現在還有要拿哪裡 板橋兩席哪一席不難吧 對不對 現在我們看到張鴻路 他們這兩席其實是比較容易拿的 因為板橋可以看到 然後蘇聯呢 蘇聯過去也是國民黨拿下來的 現在雖然蘇小會在那邊做了很多 很多一些花招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大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說要拿夠半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因為何友宜 新北市長親自出來選 國民黨拿夠半數是天經地義 但是現在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焦慮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藍金焦慮了 人家的正式已經擺出來 就是誰跟誰 其實這個差別也不大啦 柯文哲從紀元就表示會選了 所以這個差別也不大 那為什麼呢大家想一想看 2019年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是什麼時候被確定被公佈 7月15號 7月15號 那時候當天做了民調 五個候選人確定韓國瑜出現 那大家可以看到選舉有任何差別嗎 你現在出來只是先死啦 我老實講 出來先死 先出來先死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被攻擊的東西太多了 最容易被攻擊的東西 那什麼時候出來最合適 我覺得就是議會開會以後就可以了 開會以後就可以了 一屆議會有八次大會啦 連第一次大會都還沒開 你就說我要走了 我要去當總統 這個對議會不尊重 對民主是一個践踏 對很多人來講 這樣也不太好吧 對不對 你至少要尊重一下議會說 我未來新北市 我大概是會往哪個方向走 現在你連這個都沒有辦法交代 你就要走了 那給人家的觀感很差 那很多人說 譬如說楊秋興說 你這個就是韓國瑜第二 他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是第二任嘛 他先前在這裡也當了八年的 副市長 所以他在這邊已經投入非常多了 他現在要把他的格級 把他施政的風格 讓全國大家一入金瞻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要不然你去問新北的老百姓 大家最後一定會相挺他 覺得已有榮焉嘛 不過呢 因為國民黨雖然說要總統提名 要踩徵招 但是呢也是讓很多來人 又有點擔心 為什麼 因為預留一個空間 讓非黨員一樣也可以從這個 無資格者一躍成為種子求援 所以這個部分 確實有引發了黨內的疑慮 黨內人士就說 國民黨應該要整合各方力量 但如果徵招非黨員人來代表 國民黨奇怪 黨內應該也很難受 國民黨好歹是大黨 如果可以徵招郭台銘 那柯文哲也可以了 那是有說那宋楚瑜一樣 都非國民黨的 是不是通通可以徵招 國民黨立委李德維說 國民黨從來沒有提名過 非國民黨的候選人 國民黨公職人員提名辦法 也都有規定 總統要提名國民黨籍者 合作的話空間是可以很寬廣 但總統得提名國民黨員 好 那麼當然可以理解 就是說國民黨希望這一局 能夠贏 能夠下架民進黨 所以海納百川 保留跟在野合作的空間 但是也有人很擔心說 你如此一來會不斷的削弱王牌 最怕最後的結局是 分裂的國民黨對上了團結的民進黨 不過話又說回來 大家是不是可以稍安勿躁 也就是說我可不可以講 諸侯現在已經有默契了 侯友宜只差沒說 Yes I do 可是他接下來可能會 從現在開始在做的事情 已經能該做的都慢慢在做了 看一下 我覺得侯友宜就是要選的 所以這個怎麼黨內人士好了 少講兩句 肉哩巴說幹什麼 這我要幫周一文講幾句話 他這個徵召辦法是OK的 包括把非國民黨人士 納進來這件事OK 當然他其他就把話講白了 就是侯跟郭 都有那麼一點可能性被徵召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你的制度的陰然面 然後是有徵召郭台銘的可能性 但是甚至的現實 基本上徵召郭台銘的可能性就很低 因為他民調沒有贏過侯友宜 所以那你有必要把規則定得這麼死嗎 然後一直要逼朱立文 現在把話說死 就是要爭到侯友宜 郭台銘麻煩你回家洗洗睡 不用這樣嘛 而且這難道不用保持 最後一點點可能性 就是如果郭台銘最後民調做出來 真的贏侯友宜咧 如果真的贏侯友宜咧 那是不是要提最強的咧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 如果侯友宜最後評估 他不選了咧 那你要怎麼樣 你要跟 對沸沸離家出走 你要把他抓回來 侯侯不想選 你要趕鴨子上架嗎 這沒有道理啊 所以留一點空間不會怎樣 什麼黨內人是不用在這個時候 急著要在那邊放話講說 一定要把話說死 一定要把制度定死 不然的話我們會不心安 我們會亂 不要這麼250好不好 亂是你自己的見識不夠 修養不夠好嗎 然後回頭講 我覺得其實郭台銘 不是郭台銘 侯友宜現在最大最大的問題 最大最大的問題 不是時間早或晚的問題 不是說他一定要提早到什麼時候宣佈 或是說延後到什麼時候宣佈 而是現在不知道大家 大家不知道他到底準備的怎麼樣 不知道到底他 這件事情我具體講的例子 就是大家真正擔心的 不是時間早晚 而是說他到底對於 他馬上要面對的那些問題 他準備好了怎麼樣 假設明天 假設明天 或是下週 又來一個全台大停電 他的核能的立場一定會被問 請問他想好了一個很好的說辭 或者就像是這個亮哥講的 馬上蔡英文要出訪 親美以美論馬上要 馬上搬上檯面 然後馬總統要去中國大陸參訪 馬上這個什麼友中和中抗中保台 這個說法 馬上你也要拿出一套說法來 因為你會被問 你準備好了沒 你準備好一套好說話的 就是能夠有說服力 然後能夠讓民眾接受的說法了沒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早宣布沒準備好你死啊 你晚宣布但是準備好了你會活啊 你會贏啊 所以終究是你到底準備怎麼樣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造成現在民調低迷 大家講說這件什麼關係呢 其實這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洪偉姐在這邊 剛好可以舉這個例子 立法委員每天早上 九點鐘十點鐘 被立記者打電話說 可不可以等一下到哪個地方來 來受訪一下 來受訪一下 然後很多時事議題 劈哩啪啪往他身上扔 請問一下他怎麼回答 他不知道洪友宜怎麼想的啊 我今天明天大停電我說 我要重啟核能 結果你的總統候選人出來跟你說 沒有繼續沒有核愛沒有核電 馬上啪一下 一個巴掌打在往後的臉上 請問他要出來講這個嗎 他還要受訪嗎 那每個立委都這樣想啊 我今天跳出來講 我今天跳出來講說怎樣 這個我決定沒有 這個核電必須要重新檢討啊 然後核四是不是要考到眼裡要啟動 然後或者是說 這個到親美以美 然後講了一套說法 說我們就是什麼有日和中什麼之類 講這些講了一大堆之後 啪侯友宜不一樣 那怎麼辦 就是侯友宜應該站在前面 先幫大家定調說 你的立場是什麼之後 後面的人才會跟著你 幫你去搖旗吶喊 然後幫你去喊打喊殺 幫你衝鋒陷陣才對啊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我已經遇過很多人了 很多的很多的就是你知道 議員啊 或是說立委啊 就來講說 不知道講什麼啊 因為不知道侯友宜在想什麼啊 他過去長期 他都不曾對國政表達意見 每次都講那些廢話 那些幹話 所以你今天想幫他講話 你都不知道該講什麼 因為你怕被他打一巴掌啊 就是這樣 所以這才是問題 時間早或晚都不是問題 是你終究你要你的主張是什麼 你的論述是什麼 你要提出什麼樣的政策跟政見 起碼你告訴他你的方向是什麼 沒有這個 時間早晚都不是問題啊 那他的民調會低迷 就是這個原因啊 因為大家都不敢出來講 誰要站在你前面幫你去擋見 誰要站在你前面去幫你去辯論 因為不知道你背後 你有沒有在支持我 或是你的論述跟我 搞不好根本不一樣 最後變了250是我啊 那所以大家乾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多一句不如少一句 這才是現在國民黨的狀況啊 所以時間早晚搞錯重點了 我覺得也不用去催他啦 然後呢就是請他趕快 在很多事情上面累積 他對很多事物的看法 你必須拿出來了 至少別人 侯友宜是這個意思是不是 好好好我可以在這邊 我可以在這邊push一下 侯友宜是那個意思是不是 來來來來我們可以push一下 國民黨才逐漸有辦法 形成一個整個你知道 大家整個軍團一起作戰的方 不然大家不知道什麼方向啊 我今天往前衝了 我會不會孤軍生辱 到時候被他斷後了 後面還是自己人在背後捅刀 都不曉得 我覺得侯友宜必須要 在這個方面先努力 時間真的不是重點 凱翔點出的現實 是殘酷的現實 我這個不能先請教委員 對啊 或是就你所了解 侯友宜到底準備好了沒 或是他準備得怎麼樣了 這個我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因為我直接講 我並沒有在那個團隊裡面 那我倒是覺得就說 剛才凱翔講的就說 怕大家其他等於說 大家抬轎的人 還有我們自己本身也是候選人 那組帥他的論述 如果沒有很清楚 那大家能不能跟得上 那我是覺得 這幾年其實我們在主要的 一些公共政策上 但不至於有太大的分歧 那可能比較多 就是有關於和二和三場 應該不應該演繹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他確實都一直拿著 侯友宜來做擋箭牌 那因為我自己當時補選的時候 我就提出和二和三場要演繹啊 其實甚至侯友宜那時候來幫我站台 我在那邊我繼續講 我繼續講 我說可能那個侯市長有不同看嗎 但是我還是支持和二和三場演繹啊 那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我們對的事情就繼續說 那當然當他成為候選人的時候 那怎麼樣把這些論述 要把它變得合理化 而不是說自己 好自己人就互相打架 我覺得這點確實 那另外還有兩岸的論述 那其實你現在看起來 侯友宜幾乎 不是 對不起 賴清德幾乎已經確定了 第一個她有關兩岸論述 一個就是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她現在已經不敢逾越蔡英文 她畫的那條線那個框架 另外一個呢 這是民進黨的一個定調 凡是有質疑美國的 就是以美論 不行 不準 然後對 然後把它等同於中共同路人 那所以她甚至把那個 說不要做大國的棋子 等於以美論 等於中共同路人 這就是他們的一個邏輯 那至於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其實馬總統他去 中國大陸訪問 我不知道 他會不會重新再講九二共識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面臨一個 就是說 那麼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國民黨還要不要去談九二共識 這點其實也蠻重要的 因為呢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的主席跟我們的候選人不同一個人 那現在朱立倫她比較 她的論述就是 我要親美 親美和日有路 親美和日有路 跟那個以前也很像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會移交到我們的總統候選人上面 應該會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 她這個兩岸論述就是整個國際 中美之間 你還是要有一些比較具體的 那這一些 那麼侯友宜有沒有準備好 老實講這也是我的疑問 這就是說 為什麼對外界很多人都非常希望知道 侯友宜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包含我覺得美國人也會想知道 大家都想知道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 侯友宜她本身的問題 除了她自己本身對於 這些重大政策重大論述 她有沒有準備好之外 那我覺得她還有一些 就是這個其實我覺得她是試圖去 去已經去磨合的 比如說她跟朱立倫之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看到她跟朱立倫之間的關係 看起來比較緩和 因為前一陣子事實上 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擔心 而且也讓說實在 也讓像我這樣的候選人 我覺得非常的生氣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在同一個條船上 如果我們每天看到的都是 不同的陣營 雙方陣營透過媒體在放話 然後放一些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說 那我們今天 真的是不是在同一個團隊 那麼這個大家共同打仗 那我覺得現在呢 包含侯友宜跟朱立倫 我覺得他們都在試圖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我真的就拜託一些人真的不要用一些什麼 所謂的黨內高層人士 黨內人士請你們也管好自己的嘴巴 因為你去講這些東西根本無異於 我們整體的選舉 其實包含呢 對朱立倫大家也會講說 朱立倫為什麼你自己就不肯站出來說 我不選總統 我現在看起來大家都是逼著說 最好你畫牙取共 最好你就這樣這樣 那畫牙說我絕對不選總統 可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也不需要逼到梁山 因為以現在朱立倫的態度 看起來其實已經態度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大家還看不懂 還在就逼著朱立倫你一定要畫牙 那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黨內同志互信薄落到這種地步 大家如何共同打仗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希望 我們有些不同陣營 拜託大家請截至自己的嘴巴 不要去造成一些傷害 回過頭來剛剛講說 不管對郭台銘也好 甚至對柯文哲也好 雖然比如柯文哲說他要選舉 我始終認為在不到最後一刻 不要放棄整合的機會 老講我非常討厭人家跟我講說 哎呀柯文哲選舉啊 這種殺卡多沒有問題啦 這個 到時候反正柯文哲的票 也不是你國民黨拿到的票 所以這個殺卡多票是不會影響 整個總統大選 你怎麼知道呢 我真的覺得你怎麼知道呢 就是 你真的會認為柯文哲選下去 對未來整個 國民黨的候選人 沒有任何的這個影響嗎 如果按照這個選下去 以後出現很多的一些公共議題 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他那個梗是常常可以抓到 每次就會 對不對 因為他 他講的話就很好笑 他其實他有時候真的抓到重點 那麼如果以他的這個語言 跟侯友宜的語言 你覺得未來這兩個人聲量 誰會比較高呢 我們的候選人 會不會最後被邊緣化呢 我們 真的是我非常希望 我們在這段時間裡面 不是只搞定我自己的候選人 我 確實我希望能夠爭取時間 爭取時間是什麼呢 能夠爭取對外的整合 對外的整合裡面 包含郭台銘 包含柯文哲 想辦法能夠結合一切可以合作的人 如果你努力到最後一刻 大家當然破裂 那沒辦法我們 努力過了 可是你都沒有努力啊 然後每天說有的沒有的 柯文哲20% 我們國民黨票是多到這樣子是不是 就直接送款 揍你20%的票 你真的那麼強嗎 我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我們有些人的 腦子我是沒有辦法理解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在時程上 我也認為能夠儘快一些 這些儘快 除了是消除大家支持者疑慮之外 還有一點 就是我們能夠爭取一些整合的時間 我還是認為對外整合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以為迷信到時候這些票 也一定會在你國民黨內 不一定 所以董哥對國民黨來說 郭台銘 柯文哲都是變數 尤其是郭台銘和柯文哲 最近這個郭柯和好像暫時是破局了 之前是不是因為白沙屯媽祖繞境 反正兩個就不太愉快一次 那最近又因為這個影片 民眾黨的嘲諷文宣成了導火線 因為這支影片是以這個港劇無間道 劉德華和梁朝偉在天台對決經典畫面 作為素材 好像影片一開始就用郭董的頭像說 給我個機會我以前沒得選 我現在想當正的 那接著再以柯文哲的頭又出來說 去跟我的黨員說 看能不能給你當正的 對不起我是正的 結果就惹火了郭台銘 所以現在就是雙方斷了中斷聯繫管道 中斷了聯繫窗口 但所以因為我們知道郭和柯企 兩個都想要正的 然後現在又鬧成這樣 那暫時合作是破局了 那如果說站在這個國民黨的 這個非綠大聯盟的角度來講 其實也非常歡迎郭台銘加入 當抬教者的角色出錢出力 董哥 郭台銘是一個生意人 那大家看現在的態勢 大概就他們這三組會出來選 民眾黨 國民黨還有民進黨 那民眾黨是絕對不可能當選 甚至民眾黨在台灣 七十三席立委都不會當選 任了一個席字 這大家所作之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單一選期兩標字 總統也是單一個當選 那你不是第一名其他人都叫做漏選 沒有第二名第三名了 郭台銘自己很清楚 以台灣民眾黨實力 你怎麼可能 你有可能拿到第二名很勉強了 你絕對不可能拿到第一名 那就是漏選 那漏選我沒有當選 我花那麼多錢 來成就的是誰 成就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 不分去立委席次而已嘛 對不對 這最現實的就是這樣 那我白黃半天得罪一堆人 我幹嘛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百分之百 不會代表台灣民眾黨 郭敏朗也百分之百 不會徵召一個非黨員的郭台銘 郭台銘不會選 那柯文哲一定要自己選 因為他是黨主席 他創了這個黨 他一定想拉抬他的部分區 現在只有五席 最好人有七席八席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難度高 很高 柯文哲那時候創黨的時候 是台北市長 他有他的能量 他現在沒有那個能量嘛 那現在為什麼 柯文哲的票會多 因為侯友宜票少了嘛 就是簡單講就這樣 侯友宜沒有宣布 然後國民黨也沒有任何動作 大家就開始擔心了 開始講朱立倫是不是要嫌 要怎麼樣 黨中央都沒有主張啊 大家回想2019年 那時候是一個怎麼樣情況 那時候也是外界很多聲音 要求趕快就讓韓國瑜 趕快表態怎麼樣怎麼樣 就一堆聲 黨中央就有點 有點天天被罵 天天被罵 因為他們認為說 我讓更多人來選 所以他開了一個巧門 讓郭台銘回來 沒想到郭台銘 黨內出選沒有已經 開始扯國民人後腿 那這些最後 你黨主席無頓利 就變成都要承受 但是其實那時候是 眾口羞羞啊 那每個人都在講話 你非怎麼樣 不然我們非韓不投 或怎麼樣怎麼樣 就一堆壓力過來 那變成黨中央就 有點被這些民粹 挾持著走 那最後當然就崩盤了 那這一次 變成黨中央 你必須自己要有個定 為什麼 以朱立倫 跟侯友宜 過去的共識經驗 侯友宜 有哪些地方欠缺 朱立倫 比我們台灣 認的人多清楚 這個人原來 就是一輩子幹警察 我把他從警察大協 把他找來當我的副市長 我跟他共識這麼久 他缺乏哪一些優點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所以今天打一個團體的選戰 我國民黨整個團隊 就是要補離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你們講兩岸 說和人或怎麼樣 那其實這些 選舉時候都不是問題啦 為什麼 因為過去就沒有在討論這些啊 現在只是 今年的氛圍不一樣在兩岸交流 然後馬航九他們要過去 大家討論的就比較多 那現在疫情也夠了 中國大陸 現在等於說 他很大的一個開放程度 很大的希望交流 那這個對台灣來講 選舉裡面 他會有一個影響 這個影響不是他故意的 而是他本來就想交流啊 那我們今天看到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 我很相信 他現在跟黨中央 絕對是很密切的 有一個溝通管道 我什麼時候出場 那所有徵招 所有徵招 就是為了侯友宜一個人 鋪這條路的 這個不用講 大家很多什麼 親郭人士講中講中 那些人有代表性嗎 盧嘉誠有代表性嗎 他都被國民黨 開除黨籍了 他有代表性嗎 李正浩 什麼親郭人士 好好笑 李正浩 能夠代表郭台銘的什麼 是不是 這些人都沒有代表性 為什麼 郭台銘自己出來講啊 郭台銘還在等國民黨 不用等了 我告訴你 他絕對沒有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